這部紀錄片對我而言最困難 最困難是怎麼樣把這些很重要經典的電影作品版權整個談下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讓這麼多很棒的電影人 不管是導演還是明星 在電影最後面跟在場的每一個人說一句話 請相信我這句話是說給你們聽的 所以也請大家留到最後 然後結束之後我們會有一個短短的一個簡單的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這部紀錄片 那不要把紀錄片想得非常的沉悶 如果你有爆米花或可樂是可以拿出來的 謝謝 謝謝導演 謝謝 我自己在小時候每次看電影我都把跑幕看完 我真的一直都是以為跑幕跑完之後 這間男主角女主角就會從螢幕或者是兩邊走出來 可是我看了一輩子電影 他們都沒有走出來 所以當阿遠跟我說 她是那麼喜歡桂倫美的時候 還好我認識她 我就約她到戲院來看電影 只是想拍一下她的反應鏡頭 我是這樣跟她講 她只覺得很怪那天為什麼拍那麼久 她可能不曉得我們有現場十幾個人 用walkie talkie在通知 她到了沒了 過了沒了 到沒了這樣子 我今天那天小美走進來 她整個臉漲紅 完全不用後期處理 臉馬上漲紅 我今天拍完 這個年輕的影迷就跟我說 她說導演 我人生無憾 然後幾個月後她就結婚了 我不知道人生無憾跟結婚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透過這部影片 其實在台灣那個非常窮困的年代 電影給了我們希望 也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相信 就像我母親那樣踏實的年代 或者是在台灣風雨飄搖的年代 電影給了我們一點力量 讓我們能夠撐住 或者是電影帶著這個世界認識 就是台灣在哪裡 其實我喜歡電影 我非常喜歡電影 我非常愛台灣 我這麼多年來拍好多紀錄片 我是這樣想的 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我真的認為紀錄片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我真的認為紀錄片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而且我深信不疑 不許前幾部紀錄片沒那麼成功 但我覺得這部是有機會的 我不知道怎麼推銷我自己的影片 但我真的很希望今天大家看完之後 我們可以拿起手機 在FB上 從三點鐘開始 我們就開始洗版 就像前兩天的下雪一樣 然後告訴大家 謝謝 告訴大家 這是一部你很喜歡的電影 你會帶自己的爸爸媽媽進來看的一部電影 當然一部影片完成 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到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一起幫忙 我的工作人員 包含 那個中國新脫歐明慧 還有陸姐 還有千猴子 還有很多很多人 讓我們這部影片有豐厚的語意 可以飛得更高更遠 做電影行銷 這部是一部紀錄片 我們沒有非常非常高的預算可以行銷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很認真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會來幫你的 而在場的各位 你們就是我的宇宙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有出書 這本書有寫了更多更多 關於電影的幕後的內容 有30雜誌來幫我忙 也請大家可以支持 然後今天有非常多的重要貴賓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可是在我心裡面的超大咖 我想介紹他們 阿雲阿姨 可以站起來一下嗎 謝謝 謝謝 今天有紅色的外套各位 謝謝 他很棒 他教我怎麼跟千貝的看待台灣 看待電影 還有兩位 軍人大叔 來我們站起來跟大家揮揮揮手 謝謝 謝謝歡迎 還有我們的很重要的阿元 這個一直想走入電影這個行業 當然還有龍部長 離開 龍部長也非常支持這部片完成 當然 謝謝各位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的 把手機拿出來 真的拜託你們 今天是這部片 成敗最重要的關鍵 真的就是今天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的電影將在3月4號 在全台各大戲院上映 然後請大家 不管等一下從哪個出口出去 可以回到當初的取票處 我們有準備 由謝謝 所提供的精美茶包 還有這部電影的很精彩的海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有想要跟立州拍照或聊天 我們會在前面 謝謝